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充满屈辱的凝聚,很恐怖,很残酷,怎会是光荣的呢? 而且若望也不说耶稣钉十字架,是说耶稣是被举起来的,这是一如相关的 这个字很特别,在我们的广东人上一代说去当了一些东西,抵押了一些东西 等钱花,没有钱花,于是金佬的努力士就拿去,不见了,拿去哪?举了 他又不说押了,又不说当了,又不说举了,又不说举了,为什么呢? 因为当铺,现在香港也有的,可能你没有去过,你去外面装一下 你会留意到当铺的櫃桌是高的,高于一般人的 于是就要举上去给他,就是那个验货的人,或者是老板 就举一下你的金佬值多少钱,就抵押给你多少钱 所以举这个字是一如相关的 的确实,这个十字架是充满屈辱的 本身是一个凝聚,与死亡是连相关的 死亡里面,人是痛苦,孤独,没有希望,无助,等等 为什么又是光荣的呢? 因为上面被钉过那一位,被举起的那一位 是耶稣基督的 即是说天主的爱,都去到人最无望,最无助,最痛苦,最孤独 最感受到被遗弃的时刻,天主的爱,都去到最黑暗的时候 天主不会离开的 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光明十字架节 不是叫我们单单看着十字架,点蜡烛,唱首歌 都是好的,不过更加重要的是 是叫我们在我们那些没什么希望的时候 很失望的时候,很无灾的时候 感觉到孤独,彷徨,痛苦,或者被屈辱的时候 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都仍然体会到天章爱 坚信天章爱,没有离开过我,和我是一切,共赴难关 这样呢,就是过这个光明十字架节 应该有的,这一份的信德,这一份的态度 让我们就向主有这份开放 邀请祂的慈悲,祂的怜悯,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无论是什么时刻 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 《药莫福音》三章十四节